去年鬧得沸沸揚揚的中國遊客瑞典碰瓷 還有央視女記者、英國打人事件 都使得國際輿論嘩然 當地中共使領館事後都力挺當事人 還以侵犯人權和言論自由為說辭 那麼如果同樣的事件發生在中國 中共使館的這番話還可以套用嗎 大陸碰瓷事件層出不窮 被網友戲稱為方興為愛的國民運動 近期 這個運動發展到了國外 9月初 三名中國遊客大鬧瑞典酒店 就人權和瑞典警方碰瓷 誇張的動作引發電視節目《瑞典新聞》 製作了一段諷刺短片 並特別用普通話配音 中共駐瑞典大使館事後強烈譴責瑞典警方 也譴責電視臺 要求他們道歉 但節目主持人後來只向大陸民眾道歉 並再度諷刺中共 那麼 如果這種事情發生在中國會怎樣呢 紐約大學訪問學者滕彪表示 如果是大陸百姓為了人權和警方碰瓷 結果可能很慘 旅美中國問題觀察人士張健表示 如果是外國遊客 中共的做法會不同 去做這個事情的話 我們其實在網上看的很多 一般情況的話 可能是丟了個書包 丟了輛自行車 中國的警方就很快能找到 那麼對於中國的同胞呢 卻採用了漠視的這種態度 對於惡意的國外的人犯事 或者說惡意的碰瓷的現象 大陸的警方執法也標準不太一樣 中共全國政協委員潘庆林就在兩會提出 由於中共改革開放對外國人的一味遷就 和三不管政策 非洲黑人在中國非法入境 非法拘留、非法就業 已經帶來各種嚴重問題 據統計 廣東黑人口已達50萬 只有大約2萬是合法入境 黑人口還在不斷增加 基本權利、基本自由是各種壓制 而在9月底 中共官媒央視的女記者苦林林 又在英國保守黨的年會上 就言論自由和工作人員碰瓷 苦林林在會議非提問環節大聲叫嚷 指責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羅傑斯致辭中 軍守中英聯合聲明保障香港一國兩制等言論 示反華、分裂中國 一名工作人員請孔林林離開時 被她打了兩劑耳光 後來工作人員的手碰到了她的封衣 孔林林又擊一掌 事後 中共駐英國大使館在網站上 要求會議組織者向孔林林道歉 絕口不提她叫嚷和打人 反稱 英國一貫標榜言論自由 但孔林林提問表達觀點 卻遭到百般阻擾 甚至人身侵犯 如果外國記者在中共的會議上這麼做會如何呢 如果像一些海外的記者 我們看到了提的問題比較尖銳的話 那中國的唯一的辦法就是很粗暴的回答 像什麼你知道中國的人權比美國好五倍嗎 然後你是哪一個電視台呢 有可能就要吊銷你的記者證 張健表示 中共看起來力挺公民在海外 維護自己的人權和言論自由 但卻對在中共使領館門口維權請便的中國人視而不見 而央視在國內 也從沒有為百姓的言論自由去質問政府